台北市長萬安順適說今年是交通安全年 因為我們很多機關是批評說市長 已經有很多減息 以及救救的這些倒數安靜 是以交通理想制 有超過十三萬驚 台北市長生路是索林府的 主要幹度一件 並說是車流這麼多 並且表示 開始經常聽到車 後發現的時候撞到聲音 以後說幾個星期過車路的時候 都撞到車沒有停留過路人的狀況 走過來 它一樣會硬轉彎 然後呢 就是你會怕說 如果你不停下來 它會撞到你 常常聽到聲音 蹦蹦蹦的聲音 這條路大 有時候就會飆車 也是也是一種原因 台北市長現在我們 算是今年是交通安全年 但沒有交通問題有這麼多 明臺北平市長從今到今 一直叫救救的倒數安靜 像這個就是交通理 僵十三萬驚駛以上 台北市政府改秀 蘇林府中生路 用三路口 不過最近兩禮拜 也許發生車過 幾次驚駛 有關中城路交通改造 主要是配合新公處於路面更新時 一併針對標線重劃 冰湖島的一個設置 以及路口的外推 有些實體工程 包含標線的一個改造 都會兼顧行人的安全性 以及車型的順暢性 議員要進一步之外 高通倒數安靜之時 政三名公文處 五萬一千七百多驚 高港處三萬九千五驚 和庭官處三萬七千九百多驚 公文處走到倒數的正十百項 有九項大公車五元黑 八項對戰部庭脫班 停車安全目的 高港處時 標線政策和匯報 標線減裝倒數量的三十五 歡迎高通標線時間拼一步後 真想標線行 人行都落差不太清楚 警方派遞落後後 還會接觸者的狀況 目前標線行人行到 前台北市大概是有兩千兩百多條 今年目前巡查就是有 脫落比較嚴重 我們有入案去補會 大概有六十七條 是脫落比較嚴重的 政策標線行 人行都落差幾乎到港處 當頂隊表示 我們四個月都會選擇 三月標線一次 將對力產落下的報分相報 如果發現有路面破棄 各種報分會迴動新港處 共同改善 敦平中華 記者綜合報道